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飛俠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一雙鞋 可能推出了兩三個月 一開始就說Cutson會穿的那雙鞋 現在也有很多NBA球星在穿著 就是這個Pillmark Disrupt Car Quartz 這雙鞋我都買了大概兩個月左右 那時候看了一段時間 就看看評測覺得行不行 後來覺得外型都蠻特別 就是跟Like和Adidas有點不同 它真的好像一個行街鞋加一個籃球底 也都在網站說鞋面的編織材料也蠻好 做工蠻好 我都心動自己買回來看看 買回來就覺得怎樣呢 就覺得有點失望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這雙鞋感覺是奇重無比 為什麼這樣說呢 很多人都說它跟Nabon James差不多重量 不過問題就是它的重量集中在鞋底的部分 因為它鞋底的膠真的好像超級硬的 它這個東西超級重 它所有重量都集中在鞋底的部分 所以你覺得好像踩著高橋的感覺 即是那些劇劇那些 在鞋底拖著上面的網面 拉著劇劇這樣走 你想想想 你要這樣去打球 你想想想多麼困難呢 還有它太硬的 這個Cage 根本就不太感受到 就是腳下面的緩震是什麼 它裡面有一層好像 其實Puma當年和Adidas都有 Puma後來就有給Adidas 申請了專利 搞了很久才能使用的Boost 不過其實呢 其實我試過它那款東西 其實它好像沒有Boost那麼軟 所以本身已經沒有那麼軟 再加上Cage 其實它的緩震程度不是想像中那麼好 和這個鞋底的Pattern 你會看到那些是一些很復古式的Pattern 那是不是有它的咬地能力好不好呢 我覺得都正常的 就算我打街場和室內場都正常的 因為本身其實都OK頓 所以你都不會去做很多古靈精怪的事情 你問我真的要強行去試 如果你真的要試 左穿右插你真的要接近強行試 我覺得這個鞋底的咬地能力正常 但是呢 其實呢 我覺得它的鞋面編織 這些位置是不錯的 這些質地是不差的 即是它不是很軟的 所以它純粹就像一塊網面一樣 就包了全部東西 但其實它這個鞋面編織 是做得不錯的 這個是值得加分的 而且它的鞋面編織之外 它這裏這些位置 也都加回TPU 就是後面有一個保護的 這個防側的位置也有做的 也不是說 就這樣就可以打橫就反出去的 也有做防側的 即是它不是無心做鞋的 不過呢 又不知為什麼 要弄個這麼重的底和這麼厚的壁 雖然它看來新款的uproar 是好像好一點 但我相信 看回一些球評 其實你都可能是 真的買來打球 不如還是買回IKE一點點算 暫時都是 即是未至於去到你要買它的情況 那麼鞋底這個位置 其實都可以的 即是你索鞋帶的時候 就是索鞋帶的時候 索鞋帶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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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鞋帶的話 FIT是好像Tr approved 大 Lead 我這一對 就是買UK八項鞋帶起來 但是他買回UK八項鞋帶起來 的尺寸也是買到 他的尺寸也是OK的 沒有說不適合尺寸 몸鬆 因為真心講 反過來 Sy intimate 過去總共おお 你看到 使用N Stretch the trim 裡的位置 ! 甚至一定對Harden膠水位 也有膠水位 它是真的做得挺好的 在手工上面黏得挺好 還有這些質料上面也是比較上乘 因為它也不算貴 在East Playmine搞來香港也是一千元左右 在無折的情況下就不算貴 原裝定價 不過有些網站就說它的底部會 底部會塗得久 就會沒有緩震的角度 我覺得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你穿得它都要很養生地打 你說它對鞋的 其實我覺得它 很多人都會說它是適合中鋒型的打法 但是 其實它上面這個碗的保護 這個腳碗的保護 又不是真的超級超級好的 因為它始終好像一個蜜兔款 整個蜜兔款包在上面 它只是包高了 不是說它本身有加固 所以你問我它是否真的去到一個 好像真的包上一隻腳眼 所以你的腳眼得到很好的保護 又不是的 其實 所以它只是一個 相對重量很重 你走得不太暢順 但外形就OK 特別的 相對於現在的普通籃球鞋 有些不同的籃球鞋 如果你問我 問我 知道這樣會不會買呢 我的答案是不會 因為 真的實在太過 作為一個 可能 打開一至三號位的人 就覺得這個鞋 實在太順盡了 走都走不動 就算是很養生的打法 都覺得 都不用這樣 真的 寸步難行 真的重到 而且你會很快 覺得 真的 很多時候你會覺得 去到一半 好像去不完 這樣 不是打不打不停 是已經 好像拖著兩個 那些 拖著兩個圓 那樣 你的感覺就好不好 不是說 那些人覺得 你感覺不到這隻鞋很重 你是真的穿下去 感覺到那隻鞋重 不是感覺到那隻鞋重不重 不是說到這樣 我不知道那些人是否害怕 太得罪飄馬 所以說感覺到那隻鞋重 其實感覺到那隻鞋重 所以我自己 就買人都覺得 不是很建議大家買的 而新的那些款 可以不可以 就看到那些鞋瓶都試了 就 都說OK 好過這雙的 不過就 都沒有說好過 Likki和Adidas 所以 如果以價錢來講 Likki和Adidas 很多時候還有價減 那你就可以自己 衡量一下 我自己就不太建議了 如果有什麼關於鞋的問題 可以在下面留言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相關相關資深 拜拜